一個後一個男人說白菜 說他是學区的警察要求店家要拍攝 如果沒有就要給他的生理真壞做 這是新北市新店有一間通信行 住到這款的變身 這個男人走在店裡 他就跟老闆說他是警察 要求原本好像賣99塊的這個特價商品 也要來拍攝 老闆說已經很燒了 沒辦法再燒了 想不到先去給他嗆聲 放著說以後 他常常會來這店門口開紅袋 處理為整天車 要讓店家的生理是做不下去 後來瞭解 其實他根本就不是真的警察是假 現在真的警察已經到感激去 要來看這個變身 這個男人走在店裡 直接走去找老闆 現在看他的手有拿剛才在店外選的商品 這個商品已經有拍過了 想不到他刷又走去跟老闆尾協 叫老闆又算他比較熟了 第一次碰到就是有拿了 就是報那個警察的名字 然後就是要求給折扣嘛 這個超過十塊男人 去新北市新店一間通訊行 開桌就跟老闆說 自己是警察 要求他已經拍了一張 只賣99塊的商品 剩他60塊就好 老闆說真的沒辦法 又算得燒了 想不到這個男人 就開始跟人競爭 說未來會常常去他們的店門口 開尾幾天車的男人 給他們的行李拍照 老闆老闆跟老闆跟整個過程趴去人面前 提醒大家要注意這個變身啊 不管你是現役員警 或者是退休員警 或者是你根本就是假冒員警 也不應該這樣子去做 那我大家聽到其實很生氣 但是我還是不會跟他妥協 因為我覺得你不能用警察的職權 然後來去欺壓一般的消費者 經過調查這個男人根本就不是警察 他也已經為歡迎負責159條 竟然做公務館的作用 最多可以負責500塊 現在警方調查看是去 要把這個家的警察抓起來 記者綜合報道 記者綜合報道